近期发生在南京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病毒传播已波及多个省市 幕后黑手正是德埃塔变异株 由于南京早期感染者多为已接种疫苗人群 现有疫苗能否有效应对病毒变异株再度引发关注 近日 中国多家新冠疫苗厂商回应称 正在使用的疫苗对德埃塔等变异毒株仍然有效 针对变异病毒的疫苗研发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我们实验室做疫苗免疫以后的人群的血清 来做现在变异株 包括德尔塔株这些变异株 四个典型的变异株来说 还是能够交叉中和 也就换句话说 就是能够有保护 科技公司也一直关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首席山外官杨光告诉记者 截至2021年6月底 科兴已经向全球供应了超10亿剂新冠疫苗 研究表明 在伽马株流行的地区 科兴疫苗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对德埃塔株也看到了类似的试验结果 那目前我们的疫苗 其实在拉美地区已经大规模使用 包括像智利已经发表的最大规模的真实世界研究表明 我们的疫苗在这个伽马株流行的这个地区 其实是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德埃塔株方面 现在是在这个血清的中和抗体的研究方面 看到了与伽马株是类似的结果 智飞龙科马公司生产的是重组蛋白新冠疫苗 公司副董事长蒋林峰告诉记者 与原始毒株相比 智飞疫苗对德埃塔等变异株的保护效率差异很小 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这实验室的数据来 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对于德埃塔病毒的这个防护效果 还是值得期待的 事实上疫苗的保护作用分为三个层级 一级预防是保护接种者不受感染 二级预防是预防发病 防止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 三级预防是防止已被感染者在传播病毒 中国工程院院士顺南山此前表示 疫苗接种后 在预防接种者发展为肺炎和重症等方面 均有一定效果 杨晓明也指出 没有哪个疫苗的保护效率达到百分之百 新冠病毒疫苗目前显示的 临床试验和大人群使用效果是安全有效的 他呼吁能打进打 能打早打 前一段时间 中院士中南山院士 在广东省 输入病例感染的过程中 他也发现 打了疫苗 虽然说是阳性 但是他的症状不转重 他的重病就少 不打疫苗 重病就多 这说明也是疫苗有效的一种体现 所以的话肯定是不打疫苗 风险更高 打了疫苗会大幅度的降低感染和转重的这种风险 所以是我们讲就是能打尽打 能打就早打 另一方面 各疫苗厂商也都在进行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株的疫苗研发 关于这个病毒 变异株的病毒的疫苗的研发 我们正在紧络密布的作业研发 那么对进行它的安全评价 以效性评价等等的这些临床前的这些研发工作 我们目前也正在用这个Dirta株进行新的疫苗的工艺的生产 就基于我们现有的平台和程序 以及质量控制的标准 那下一步呢 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个研究 我们也希望能够向这个公众提供更多的数据